各位師兄 歡迎收看中老TV財馬篇 阿肥今次提供兩場離底賽事給大家 星期日財馬肯定情深深軟蒙蒙 今次同樣離底賽事可能有點濕濕 輕磅馬是否一定有優勢 重磅馬是否一定跑不出呢 今次阿肥跟大家說一些巧妙的地方 首先為何要看中老TV 因為溫故知新 大家拉下去看看 11月27日阿肥提供了一次沙田混合 專門提供了兩隻藍馬 那兩隻藍馬分別是天竹貓和牛王頭 天竹貓已經贏了 好了 鄧牛王頭那次重新成績 直接點進來 見到完全沒有成績 今次跑二檔 重磅135磅 今次阿肥會否同樣要回他 還是要回一隻輕磅的天竹貓 待會阿肥再說 直接說了兩隻藍馬 今次沙田混合賽離底賽事 1200米在這個紅色圈的位置 同樣都是直路去快放的機會 肯定這隻馬有優勢 加上沙田混合賽事 容天鵬缺席了這場地出場的情況下 第二名已經是羅庫泉的馬房 基淵這件事 所以今次這隻提供給大家的 就是5號 維里中情 新鮮滾熱 12月4號 217離底賽事 同樣都是蘇紹輝 配了羅庫泉馬房 那時的特檔 最後跑出來的成績 是1分088 誇張 最快速時間應該差不多是他的 所以今次阿肥 直接拿了5號的維里中情 做一個對比 他的末段時間是23秒6 跑第一段時間45秒2 即是45秒多左右 就是一個參照物 近幾隻馬 在他就算負綁再負綁 最加綁的情況下 依然跑到 最初代情況下 9月18號那次1.25 跑出來的成績是1分097 沒斷時間23秒2 好 上一點 10月26號 1.25離底那次 潘明輝拆機情況下1.21 輕一點情況下 跑回5檔 然後跑4檔 最後跑出來的成績是1分089 沒斷時間同樣是23秒2 上到今次新星滾爾納的12月4號那次 被蘇紹輝拆機 那時跑了7檔 外了少許 那時起跑時間反而快了少許 45秒2 每段時間慢下來 但最後跑出來的時間 反而最快脆 就是看到1分08.8 基於這個減法 1分08.8 減回45秒2 擺明是它的中段時間 已經是轉彎時快脆 這次同樣拿了4檔 所以就算加重磅的130磅的蘇紹輝 我同樣會要了它 因為騎廉配搭那一下 第2經最強的已經是羅庫傳馬放 加上直接 12月4號新星滾爾納 這隻四歲馬 我覺得同樣都可以去的 所以近期成績 都是做到1分08.9 1分08.8情況下 5號的威利忠程 穩膽了 所以要了它 第二隻推介給大家的 我直接點評 就是8號這隻名進福星 為什麼直接說要了它 直接統計資料就看到了 是沒有跑過泥底賽事的 但是賽與漢馬房 配搬頓 然後跑十檔 奇奇怪怪的 直接被他 直接搓成1200米的 四班1200米泥底賽事 我發覺 有點巧妙了 同樣點進來 看一看 既旺賽職 潘頓直接 12月13日 很積極地備戰 是離底那次 試過閘 直接去片給你們看看 什麼情況 大家看看潘頓這次的離底試閘 11檔 這隻 隔壁三隻 紅黃這隻 就是潘頓刷旗的 名進福星 起初一隻馬可以再快放一點點 但是人馬訓練的時候 發現潘頓真的有他的功格 他非常適宜地拿一隻馬 放在外档位 保持著儲存一點力量 到這裏 依然保持著頭三位 最主要我不是想看他這裏 我想看他轉彎一下 如何可以超前這隻馬匹 看他的功格 外档成方法 必須快放 所以才可以拿到先機 所以轉彎一下 說到差不多 潘頓直接在外面插 這隻馬匹 已經搶回第一名了 轉彎一下輸了一點點 最後你見到他了 是給第1隻馬 他直接沒有貼來欄而已 輕輕鬆鬆就拿了第二名 在外面這個位置 拿回一點點看 這隻416 萬事快 你看到由此至終 保持著在內裏 所以對比之下 潘頓刷期開這隻 就是名進複星 如果拿回第二名 其實更加厚工價 和直馬更加快才可以拿到第二名 對比之下 更加厚工價的 和直馬的快放轉彎情況下 我覺得潘頓這隻名進複星 比萬事快更好 進來的劇列表 看看今天潘頓的馬防部署如何情況 第二場同樣千二米那一下 羅富全配搭他 這隻曉贏 也是拿個王牌的 跟著 於是 我倒進去看一看這隻 6號仔的曉贏 你看到嗎 12月6號和11月11號 潘頓試來試去試過泥底賽事 這匹馬反而被王牌的情況下 他不跑太離底 分分鐘反而這隻馬 名進複星這隻 同樣是離底 試完又試 全部都離底賽事情況下 這隻馬還要是初常 離底的 由於練馬防的奇怪配搭 羅富全馬防和蔡宇漢馬防 近期 頻繁地離底那一刻就訓練潘頓 於是 第七場 8號名進複星 就是初常離底 我覺得有機會爆出來 加上 剛剛大家看了 潘頓試試襲 亦都非常精神 轉彎那一刻是快的 所以 今次阿斐 第2隻推介給大家 就是8號 這隻名進複星 第3選就是10號天竹貓 和1號牛王頭之間的對比 應該我發覺很多人會選10號天竹貓 因為離底輕榜 近期看戰績 神階 第2名第1名第2名 全部都是有戰績 但是你看看這隻馬是5班升上來的 跑了4班 10萬那次都可以得到成績 最後做出來的成績 1分093 然後10月26日第1名那次 1分09 其實是帥氣的 但是因為升上來5班 動以今次來跑了3檔 看看1號牛王頭 2檔在旁邊 稍後給大家看看影片 你就知道為何阿斐 最後推介了1號牛王頭 這次我發覺飛雲終於來了 為何這樣說呢 牛王頭那幾次看回 217離底賽事和 200離底千二米賽事那次 首先王浩南同樣是測其過的 輕榜情況下 最後做出來的成績 1分10.7 新升滾熱 那次 3班直接降了下來 4班 即時離了 即時升上來 1分09.4 那次 周進落測其同樣負綁 133磅的重磅 加上這隻馬近期 保持了1,247磅 天竹貓是肥了 肥了19磅 你看看 近期 1033磅的情況下 立即升 重磅了一點 這隻5班 升上來4班 反而牛王頭 由3班 跌到4班 按照我的級數來說 應該牛王頭好少 但是 雖然雖然 他的戰績 真是沒什麼了 加上 重磅的 這次135磅重磅 但是 看看 在祭遇不好情況下 那次跑過5檔 最後跑出來的成績 1分09.4 天竹貓 拿第2名 贏了那次 跑出來的成績 1分09.3 你肯定會挑剔我的 阿斐 天竹貓那次 10萬 他那次慢了 牛王頭的話 10萬那次 很差 那次你記住 是8檔的 拉下一點 這隻馬 同樣 26尼第3班 在10萬情況下 3班 他拿了1檔 漂亮檔情況下 或者是拿了 3檔 漂亮檔情況下 最後出來的成績 是甚佳的 1分08.8 和1分09.6 這次為什麼說 飛雲尼呢 首先 大家去看看這隻馬 牛王頭 什麼事 8檔黃色三彎牛王頭 一起步 又是喝醉酒的 撞到7號 然後 全程去到後面 這隻都是牛王頭 但是 轉彎那次 直接被人的密碼 他不夠快 所以 塞了車 所以 之後的所有鏡 你發覺 他壞就壞了 他已經是不能 可以再去 跑包尾 差不多了 跑包尾 那次 看完那次之後 看回 周俊樂七旗那次 就一七尼迪那次 同樣 都是巡邏影片 那次跑五檔 也是撞了少許中間 就夾新聞紙 1號 牛王頭 黃色衫 很容易記 在集 五檔 又是喝醉酒 撞了 4號 所以 牛王頭 撞完之後 一樣 中段時間 因為 夾新聞紙的原因 他完全是快放不了 已經 從來影片更加好看 他怎樣找回的機會 都是左右 右右塞 被人塞了 所以 未能 發展到他 完全是可以快放的一面 塞車塞到爆炸 試集影片看完之後 所以 我發覺牛王頭這次跑二檔 就算他去右手邊撞 也會入籃 所以這次 入籃之後 你發覺這隻馬 如果在內檔情況下 一來已經是可以快放出去 沒有遮擋情況下 田泰安 這次拆開這隻牛王頭 我覺得 因為賠率來講 你天竺貓基本上跑幾次 成績已經暴細光 你最買上去的情況下 依然是特別 不要賠率的 你看到了 現在這樣買的話 那個都是3.2倍的 所以這次 就是牛王頭 跑到二檔 我覺得 沒有遮擋情況下 這次去馬情況下 1號的牛王頭是阿斐的三選 兩隻穩膽特配一分牛王頭 這次阿斐就撐牛王頭多個千竹貓 所以第七場提供給大家的 首先1號牛王頭 5號為你鍾情 8號平進福星 同樣都是1200美尼的賽事 3班 直接 火轉 要硬了 因為熔天鵬馬防太強了 不用看 3號 不點平 網網算數 不用看 今季完全全是跑第1 未輸過 而且跑出來的成績 1分08.4 越來越升上去 這隻馬是大勇之選 所以8號火轉 不點平 直接要做算數 要完火轉 同樣找兩隻腳情況下 首先點平一下 4號的俠衝共濟 這隻馬近期都誇張 贏了幾次 但同程情況下 在中逸里馬防那次 和賀嚴的配搭 9月18號那次 跑出來的成績是1分09 但當時這隻馬你見到 他開始的時間是46秒 落到7月份那次 45秒多 最後的成績是1分09.3 上年7月份那次是1分09.1 對快速點平一下其他馬匹 7號好運大師 同樣 開段時間是45.6秒 近幾次都是45點幾秒 最後做出來的成績是1分09.1 1分08.8 年少有威 最後成績是1分09.1 1分09.1 但是對比之下 和一隻精英同樣 同程那一刻 起回了 之前幾次 1分08.8 起跑時間 45.9 和 44.8 這馬匹 看這麼多的起跑時間 為何要給大家看一看 因為你發覺合衝共濟 因為近期 頻繁出賽 亦都是贏了兩次之後 7歲老馬 加上 他的起跑時間 看到是46秒多 兩次都是 所以這次阿肥 就發覺 這隻4號的合衝共濟 因為是老馬 我發覺這馬就不會選給大家 因為他的起跑時間不算特別英俊 加上 末段亦都是1分09.3 說這幾次 有其他馬匹 可以1分08的情況 為何要選擇 所以4號的合衝共濟 我就是不會要的 紅雲大師 因為他全部起跑時間 因為這個起段時間 大家成績差不多 45秒6 45秒8 等 看回連少有威和精英 大家的起跑時間 都差不多 所以這次 對比之下 發覺內蘭肯定是比外蘭好 所以好運大師同樣看 近期的成績 都是1分09.1 看過起跑時間 頭段時間和末段時間 大家差不多 大家7號、12號和9號 精英都有個時間 做到1分08.8左右 但是末段時間看回 你發覺紅雲大師跑8磅 這次報名刺騎124磅 但是 他近期的末段時間 是23秒5左右 23秒23秒3左右 但少年有威 你看到 23秒6 之前那次 10月26號 22秒7 最後跑出來成績 1分09.1 精英 你發覺 11月17號 那次 離仔三班濕萬 那次 衰了一點 都做到了 末段時間 是22秒9 最後跑出來成績 1分08.9 基於這次的檔位 報名這隻 八檔的紅雲大師 末段時間 23秒 維持 3秒幾情況下 所以 雄雲大師 我是不會要的 好了 同樣 因為 12號 年少有威 直接點評 羅虎全馬的房 用天盟第2 勁的馬房 已經是羅虎全馬的房 加上這次 這隻馬之前 被潘頓刷期開了 不用看的 直接全部 陰點刷了給潘頓 這次潘頓不齊他 應該在重磅情況下 二檔的 這次是好 加上這隻馬 升上來之後 近期大勇 在131磅的 潘頓刷期情況下 最後做出來的成績 都是1分09.2 末段時間 23秒6 那次是最差的那次 129磅那次 跑過二檔 那次八檔 這次126 離底那次 跑過二檔 末段時間 22秒7 出來的時間是1分09.1 你拿這個對比情況下 你發覺這次同樣是二檔 同於輕磅 這次羅虎全不是傻的 為什麼拿何澤堯 擺明就是四班升上來三班 那下就是 博何澤堯可以輕磅 這次拿過二檔 近期的成績 因為末段那下 看出來 所以這次 輕到186磅 離底 10萬 就算是10萬 我發覺 一樣 就算拿過二檔 同樣 126和198 加上10萬 以及二檔 最後出來的成績 同樣是1分09.2 所以 第二選 就是輕磅的年少有威 好了 最後提供給大家的一隻 冷少少的馬 就是9號 這隻 精英 其實也不算是冷的 但是沒有成績 最快脆那次 7月份 7月10號 815離底 三班 這隻馬來的 三班馬來的 那時候 那幾次 拉下去 你看看 誇張 118磅 黑衛心 測棋情況下 全部都是1分08.4 最後成績 做出來 看看同情 可能更加好看 看看 在蔡明少那次 無端端 測棋 這個成績 11 檔位那下 不知道為什麼 跑得那麼差 那次又不作準 那次真是 我發覺 拉下去看看 任何一次 125 黑衛心 那次是1分08.9 拉下去全部 輕磅情況下 都做到了成績 1分08.3 1分08.4 這次同樣 122磅 蘇紹輝 這次 12月6日 試習過 那時做12檔情況下 肯定是快放出去 出來的成績 亦都是 跑了試習第2名 所以這次 尊重這隻馬匹 這次跑了多個5檔 拿回黑衛心那次 125磅 同樣是 紅磅情況下 那次做對比 出來成績 1分08.9 所以這次阿斐 發覺這隻馬 之前無緣無故 跑差了 這次 1分08.9 因為多試1分08.9 所以 這隻三選馬 我肯定選了一隻9號 就是精英 好了 今天兩場來的賽事 告訴大家 如果大家喜歡中老TV 阿斐 馬仔的環節 記得訂閱我們的頻道 多多支持一下 好 星期日 沙田運合賽 大家贏多一點 是這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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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